藝人唐志平的母親 今年六月初在社區的頂樓身亡 不過唐志平至今不願認屍 多次表示那不是他的媽媽 還說後續可能會報案 媽媽是失蹤人口 不過唐志平母親的遺體 變成有主無名屍 冰存在板橋殯遺館 已經多達一個多月 遺體已經無法繼續存放了 明天即將火化 到時候唐志平會不會突然改變 心意到場 也不禁讓人猜測 若唐志平最後真的沒現身 就會由殯葬處進行火化 並放在新北市的公墓的納古塔 不過其實唐志平多次被發現在街頭上游蕩 疑似精神不穩定 不過如今他有了新工作 被聘請為泰拳教練 對此經紀公司表示都不回應